魔法金屬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月 那我們今天呢要繼續聊魔法金屬 魔組生存 來觀眾我們上一集呢 不就是種了這個 很多很多的這個魔法粉有沒有 然後目前已經 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正循環了 接著呢 我經過應該 應該有一天吧在掛網 我們目前魔法粉其實已經 爆倉了 看那個不準我們看這個 我們總共有兩個箱子在收集那個 魔法粉喔這個箱子其實 已經爆倉了然後爆倉之後 我會把它全部Q出去 接著呢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魔法粉袋子 各位看到嗎四萬九的魔法粉 這代表什麼就是我們 魔法粉已經完全不缺了 然後呢我私下其實還有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啦比如說 我在中間這邊有沒有 原本只有一個抵抗水晶嗎 我在這邊多插了三個水晶喔 這個也是很簡單就可以做出來的 一個叫恆溫水晶 這個東西呢就是可以讓我們這個室內 保持良好的溫度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空調的感覺吧 我們只要在這個空間裡面 基本上就不會冷死喔 然後第二個水晶呢是治癒水晶喔 就是 其實也沒差啦就是我希望 我在這個家裡有沒有 永遠都是保持滿血的 所以說我在這邊也插了一個治癒水晶 讓我們能夠永保健康 然後接著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飢餓水晶喔就是 我們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來對他點一下保持度 不過這個東西呢是需要手中去點的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好用 但其實我做這些水晶好像都沒什麼用阿 比較有用應該就是恆溫水晶和抵抗水晶而已阿 另外兩個其實沒用我覺得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呢就是這個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紅紅的東西不知道什麼對不對 這個東西呢其實就是遠古丟遺跡阿 我以前有撈回家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邊有一個喜紅色的液體有沒有 然後這邊缺了一角 沒錯我就從這邊撈回家的 這個東西呢叫做什麼 遠古丟鞋頭嗎 他的效果就是我們進去之後可以幫我們回血阿 簡單來講就是我待在這裡面有沒有 就可以掛網 我也是利用這個方式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是 可以掛網等魔法分採收阿 不過目前其實 魔法金屬掛網沒有以前那麼方便喔 因為以前的最大生命值比較少 我記得我之前玩到全破有沒有 好像也才700滴血左右吧 但目前新版本有沒有 我才21集而已 我的血量就1500了 這個其實會很影響到就是我們掛網的一個東西喔 阿不過這個太麻煩了 我以後再跟課動講解阿 總之各位只要知道我們目前現狀 是可以就是在這邊掛網就行了 OK啦我們今天的話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其實也沒有要做什麼特別的東西阿 就是我今天想要去一個比較大型的村莊喔 因為各位也知道就是這個遊戲的NPC很有用 他會賣我們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我們找一個很大型 然後裡面有幾十個NPC的那種村莊的話 其實會對我們的發展比較輕鬆 所以說我今天就是想要去找一下這個村莊 阿其實也不用找阿 其實我已經找到了 我現在呢就來帶觀眾去看一下 順便就是把這個魔法傳送板有沒有 欸 放在那邊嗎還是說紀錄一樣 這樣子也比較方便我們就是快速來回阿 那總之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出發吧 OK觀眾目前呢走了一大段距離喔 總算是找到這個超級大的城鎮了有沒有 各位有看到嗎 這城鎮是真的挺大的阿 那我目前呢就可以在這邊消費一下阿 看一下他有賣什麼東西 基本上這中間這邊是市場阿 消費的東西基本上就是應有盡有 應該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裡買到才對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城鎮真的非常重要阿 設置住在這附近可能都比較好 但因為我們目前有那個傳送板 所以說其實沒差 就用傳送板來回就好了 好啦那總之我們目前呢就直接拿去魔法杖 找個好的地標好了 可能就這裡阿 市場有沒有 我們沒事就可以來這邊買東西 我們就把紀錄點放在這 然後直接回家捲軸回來之後 這個基本上就是 呃快速來回的東西阿 而且因為這邊有那個賣回家捲軸有沒有 所以說其實我們 也不太需要放回城的傳送板阿 反正回家捲軸 直接來這邊買就行了有沒有 還不錯阿就還不錯 OK那目前這個地方呢 其實離阿羅家還蠻近的 我覺得我們 剛好阿羅現在在線了 我們可以去找他一下有沒有 感覺很不錯對不對 欸觀眾我目前走在野外看到這邊有沒有那個地獄門 等一下 我有點迷路 有點找不到那個阿羅他家 既然這裡有地獄門 代表阿羅家應該在附近 我們再稍微找一下 欸不是阿周圍都沒有 周圍都沒有那個 阿羅的家阿 那他把那個地獄門蓋在這裡幹嘛 我目前已經在這邊最高處了阿 完全沒看到房子 還是我們進那個地獄門看看阿 阿真的是上次去他家就應該記一下座標 那座標我忘了阿 我們直接進這個地獄門看一下 哇嗚 哇嗚這什麼鬼 一出來就是地獄寶咧 哇這也是哪裡阿 欸等一下 哈哈 哇 各位各位 他的兩個地獄門有沒有蓋得很近 然後我一出來就傳到這裡來了 哇為什麼要蓋兩個地獄門蓋那麼近阿 總之喔這裡是亞洛赫的家 這是亞洛赫的地獄門是不是 呃 亞洛赫目前沒上線阿 來這邊沒什麼意義 我們直接去阿洛的家看一下 阿洛現在的話應該是就前面而已 然後中途會經過一個就是火之神殿有沒有 就是這個 喔喔阿洛等一下看到了看到了 阿洛的居住地獄選在那個 最一開始的副本旁邊而已 哇嗚他家欸 哇嗚然後他家裡面 感覺進度有沒有很快 應該是沒我快阿就是 喔還蠻一開始的感覺 OK沒關係我們找到他家了 接著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嗯 在室內感覺有點危險 我們再天花板好了 在這邊定一個座標 然後直接回去 接著就是暫定好不好 把傳送板放在這裡 然後設定坐標 接著我們就可以 快速來回阿洛家了 感覺是不是還不錯 不過阿洛好像不在家欸 我們來問一下阿洛在幹嘛好了 阿洛你在幹嘛啊 怎麼人不在啊 喔他在打丟喔 OK 那我們就不理他 因為我們今天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去個大城鎮嘛對不對 但其實大城鎮有些東西 他的銷售金額都很高 然後我目前錢其實沒有很多 各位可以看他就是左邊 我的錢只有36萬8 這個概念呢就是 可能我們刷這個火副本有沒有 就可以輕鬆超越的金額吧 OK啦我覺得我目前應該是可以 稍微來看一下這個火副本有沒有 畢竟 畢竟這是最一開始的副本阿 他的那個需求等級只有5級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可以就是繼續大大看 然後順便賺一點錢 然後應該吧 他的那個目標有沒有 是要我們打這個火焰什麼 我們也可以順便解一下 所以說我們就拿出我們的金 然後直接開打吧 哇好懷念的各位 這個就是以前的火副本 你知道完全沒有變化的感覺 那目前的話 怪應該都是輕鬆秒殺啦 畢竟這個只有5級 我目前21級 沒有理由會被這些小翻略 阿不過比較麻煩的是 我可能會就是 呃太熱了 這到處都是火燕樹 阿不過不得不說阿 就是我其實覺得 魔法金屬的這種火副本阿什麼的 都做的 不算太優質 就是很一般的刷副本阿 有些小怪之類的 然後有些寶箱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有一些存於時鐘阿 還有這個存於羅盤之類的 這個東西好像是新增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在副本找到這種寶物 然後呢就可以把這些寶物拿去賣給NPC 然後來賺錢 算是一個前期的致富手段 就是我們前期錢很少有沒有 要買一些比較高價的東西 其實會買不及 但刷了這些副本之後 欸就可以輕鬆賺到那些就是 打小怪賺不到的金額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寶箱 我們也順便拿一下 喔副本也有這種附魔書耶 還有一些生命水晶什麼的 獎勵沒有很好 當然我們也都帶走好不好 都帶走 然後另一邊的話是 應該也是一個跑酷吧 就是魔法金屬的地下城 好像都可以有些跑酷之類的 哇這裡面全部都是岩漿耶 但沒關係阿 各位也不用擔心就是跑酷會失誤 因為居然失誤死掉之後 然後在副本裡是防噴的阿 我記得早前魔法金屬是沒有防噴的很危險 所以說其實這種東西 我會盡量避免就是去跑 但是現在的話既然有防噴 我們就直接直接來撿 撿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巷子開完了 左右兩邊都還各有一個喔 我們也順便拿一下 而且這些跑酷其實 欸欸欸 我本來想說這些跑酷沒有很難 然後我就不小心摔下去 好啦那目前呢已經有跑回來了 那接著就正式的跑這個東西了 這沒有很難喔 三兩下都 三兩下就到這個箱子前面啦 看一下 呃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好用 算了 我們 看另一個看看 好啦那目前 呃又到了 有啊 戰利品櫃擴充菌 這個就有用啦 因為我們有一些 戰利品之類的 它其實 空間很少啊 開到這種東西就是開心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撿到這種職業重置書耶 呵呵 OK我們也順便帶走 然後剩下的就 就算了吧 我們就 欸繼續往後走 然後 接著的話 這邊應該就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打 Boss喔 欸吃個血包 然後 開始吧 但這個Boss其實 欸欸我想說它是不是不會打我 沒有啊它還是正常會打 YES 然後接著它就掉了一個 紅色的這個箱子給我 我們也就是撿起來 啊 火焰神廟獎勵一下 那接著我們就 離開吧 嗯這一次收獲其實 還 還算不錯啊 那我們就是把一些 可以吃的東西吃一吃 戰利品櫃開開 這個 水晶吃一吃 接著 我們就先回家吧 回家完之後直接去 把我們那個 副本打到的一些那個 這種 戰利品有沒有 都賣掉 哇 各位看一下 有夠賺欸 真的有夠賺欸 我把這些全賣了有沒有 因為這些其實沒什麼 有就只賣 賣了之後就20萬了 你知道嗎 欸 我 我一次 哇 各位我一次賺了35萬了 等一下為什麼 我不是只賣20萬 為什麼它會跳更多 然後我們這裡還有那個 火焰神廟講了一下 我們就也看一下 可以開到這種 覺醒秘典 這個東西呢 現在就是可以提高我們的 等級最大上限喔 那我們就也吃一下 那我們就也吃一下 然後接著它還有給我們一個那個 傳奇武器箱 我們也看一下 蛤 萬獸之王 這個是什麼東西 新的是不是 這是 尋獸是有的 是不是 像指揮棒的東西 好啦無所謂啊 那這個 我們好像沒有尋獸師是嗎 啊不對各位 各位知道就是啊 我們目前伺服器裡面又多了一位新人 那一位呢就是杜杜 前陣子他已經加入這個伺服器玩了第一次了 然後他的職業剛好是尋獸師吧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把這個東西給他啦 畢竟這個我也用不上嘛 不過目前他其實沒有一個據點在你知道嗎 所以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把這個放在哪 就先暫時放在我們家裡好了 然後我來NPC這邊的村莊 我有一個東西其實也想買 那東西就是 甜美 甜美這個東西不要小看啊 它是一個 很好賺 農耕幣的一個東西 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 我們可以一次買多 欸等一下 我買這個可以分解嗎 喔可以可以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分解成這個甜美蟲的種子 有沒有 然後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去 種在出生點 哈哈 種在出生點 是不是感覺超垃圾啊 那些我就多買一點啊 然後到時候都裝在出生點 畢竟我現在錢就是多啊 錢多多啊 而且甜美這個東西也有個優點啊 就是它採了就可以直接吃 不像這種小麥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在出生點種甜美 應該也可以就是方便 新加入的一些玩家 那我們就先把一些身上的東西整理一下 就去一趟出生點吧 OK 出生點的話 就是前面撤離喔 不過這附近好像 沒有那麼適合種 甜美 各位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附近是這個百花 百花花園嗎 它其實 要種甜美要先打掉欸 怎麼辦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種那個 出生點了 我們可以種 種阿洛加附近嘛 對不對阿洛加附近好種多了 欸然後這邊為什麼會有一個墳墓啊 這是什麼 彩虹大媽 什麼是彩虹大媽 蛤 我現在是挖屍 彩虹大媽是什麼東西啊 是他養的 是雪雕嗎還是什麼東西啊 我其實不確定 有知道的觀眾可以留言 這下方告訴我 那 好啦 為了紀念彩虹大媽啊 我們也在這邊就種一堆甜美有沒有 呵呵 把這個 甜美種滿滿 這樣阿洛看到應該也會很開心嘛對不對 畢竟阿洛就是住這麼遠 為什麼 因為附近有那個水果樹 就是食物來源啊 我幫他種很多食物 照理來講他應該要很開心才對啊 我們就一直種啊一直種 種到爽就對了 嗯 其實我覺得 甜美好像沒有很多耶 呵呵 但沒關係 因為甜美這種東西 他是可以稱指數型有沒有 往上漲的 就是他長得很快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目前重將有沒有 已經有一些 快長大了 30%了有沒有 哇等一下觀眾這個 有點一發不可收拾欸 他目前全部長起來了 呵呵呵呵 呵呵 這是不是有點糟啊 各位 欸等一下阿洛說他現在要回來了欸 呃 我在這邊採礦幣是賺得挺開心的啦 然後那個農耕經驗值也升得滿開心的 但他有沒有開心我就不知道了 但下到應該還是會有的吧 就因為這裡看起來還蠻壯觀的啊 對不對 然後我又採到很多這個甜美 然後我就繼續把他分解成這個種子有沒有 然後繼續種 我們就種到他回來了好不好 種到他回來 各位 阿洛回來了 哇 我 我目前還沒種完欸 不知道他 看到這個有什麼想法 阿洛你開心嗎 他好像不開心欸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有吃不完的水果欸 你應該要開心才對阿 然後他還把我的一個那個打掉 你看好喔 看好喔 可以這樣子欸 他應該很開心吧對不對 你超開心 真的喔 好喔 那他開心就太好了 我們把剩下的這些種子全部丟還給他 然後接著 他是說他要去挖丟嘛 代表說他還沒有進入到那個 嗯 遠古丟遺跡喔 我覺得我們可以回去一下 然後拿丟給他 幫助他快速升級啦好不好 上次我燒的丟 欸 上次 我把他拿去放了是不是 這裡是我說我的丟定喔 其實沒有很多 但 給他 一些應該是ok的啦好不好 他 他怎麼還是這裡採東西阿 我把丟丟給他 欸 洛哥回來喔 洛哥 我把他打掉 洛哥怎麼那麼開心的感覺阿 他就一路一路瘋狂在 跑欸 回來喔 我把好康的給你阿 你喜歡這個嗎 順便把一些垃圾丟給他 你是不是超開心 你開心嗎 他怎麼還在丟種子阿 這樣子他應該 短時間應該也不缺丟了吧 做了好事真的是令人開心阿各位 我這個人呢最喜歡做好事喔 所以說我之後也會很長的阿 來阿羅加探險的阿 畢竟我已經把那個傳送板都設在這裡了嗎 當然要常來阿對不對 阿沒有啦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阿我們火副本我也會想要多多來說阿 是這個意思阿好不好 那總之我們今天這裡 就差不多是用這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